为了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花莲县卫生局首度结合乡镇市公所 邀请第一线的村里长和村里干事 担任真爱生命巡守员 今天上午先进行训练讲习 加强巡守员的专业能力 未来在社区当中能够提高警觉 发现自杀家暴等状况 能够及时通报 社区当中有许多隐性的精神疾病患者 因为不同程度和状况 而有可能产生各种危害自己 或者是影响到周边邻居的问题 为了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花莲县卫生局首度结合乡镇市公所的 村里长和村里干事 展开真爱生命巡守员的培训课程 加强第一线人员的专业知能 还有通报机制 今天我们把花莲市跟吉安乡的村里林长 或是里干事们聚集在一起 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三个议题 然后请他们来协助 一个就是我们对精神疾患的辩论 第二个对于自杀的防治 第三个对于耳虐的工作上 因为这些村里林长是我们在社区里面的 所谓的土地公土地婆 他们在社区在行动的时候 可以为我们发现这些个案 然后通报到我们的警证 卫证 社证 让我们后端的这些县府的团队 能够为这些精神病患 或是所谓的自杀 可能有自杀倾向的人 或是额略的个案来做服务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社安网的建构需要一群 有热血的人来在我们社区行动 而我们的土地公土地婆 就是这一群有热血的人 那当然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课程 增加他们对于这些议题的能力 以及他们的资能 让他们能够提高他的敏感度 提高他们的这个警觉性 而让我们达到一个 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找出来 我们得以事实上的帮助 达到社会安全网的一个建构 以及让我们社区更平安更喜乐 卫生局一提出 珍爱生病巡守员的构想 力气获得花莲市长魏佳贤 还有吉安乡长游淑珍的大力认同与支持 号召公所同仁 村里长还有村干事来参加培训课程 卫生局也邀请专业的医师群 还有行政卫教人员 介绍花莲县心理卫生资源 还有精神病人辨识 协助护送就医 以及自杀防治 预防社区额虐等议题 希望让第一线的珍爱生病巡守员 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和通报转介之事 未来在社区当中发现 异状能够主动及时通报处理 降低生活当中的隐性风险 未来花莲县卫生局也希望可以 扩展到中南区的乡镇 扩大巡守员培训 共同来营造更安全健康的社会生活网络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